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宝贝是不是常常都很紧张乱叫 或者有痛症 你又不知怎样可以帮到它呢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今集的内容 宠物众伯 之前我试过用众伯来减压的威力 但原来动物都可以用音疗来治疗 今集的主角就是我们两只猫咪 黑妹和SILVER 最近我们搬了新屋 其实猫猫是很怕环境转变的 所以我们就找来我们的朋友 一位众伯治疗师 上来和他们众伯 希望可以帮他们减压 猫狗的听觉是人类的十倍 所以我们更可以用震频和声音转化 去舒逢他们紧张的情绪 还有有助减轻痛症 也有助消除他们的负能量 治疗师本身也有养宠物 所以很懂和宠物打关系 我们先试一点声 看看他们会不会很害怕 我们再试一些低频的声音 我们真的会走过来的 宠物众伯的声音很好奇 连平时被兽医说她神经质的黑妹 都竖起耳朵听 我们都很紧张 对不对 宠物众伯和人类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主要都是以我们自己磨伯 敲拨给他们听 相对是被动一点 猫猫狗狗的听觉是很灵敏的 所以通常他们都很有反应 我真的猜不到他们听到 众伯的声音的反应 竟然会是围着坐在那里听 跟他们平时见到陌生人 就躲起来是完全不一样 我猜他们一定是觉得 声音很有趣和很舒服 其实主人都可以学习一下 磨拨拨拨的技巧 试试自己在家里做音疗 众伯治疗师也要教我们 如何在家里进行重拨音疗 用衣服和手指 放在这里 捉回 但你关手会不会没有 不要按 按一下 然后他们就走了 但随直90度 看似简单实在很难 好似 这个反应到你的心静不静 尊业和业余的分别 你初学不是业余的 磨拨比较难 如果初学者可以先试一下烤拨 你看一下SILVER 多乖地坐在那里听 黑妹是听到完全定型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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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SILVER 很厉害 还很厉害 而且还在附近 还会听到差不多合着 有点厉害 有什么东西呢 阿神主 上床睡觉了 对啊 我听得太舒服了 听得太舒服 对啊 对啊 中泊治疗师呢 都有帮我和Frankie进行中泊的 好像是屎怪进行中泊 这一间这样做完之后 很舒服 我变得多屎怪 有什么感觉 打穿 可以去到这里 然后左右交替震 交替震 对啊 你先去到这里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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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集到此为止 欢迎大家留言 请不吝点赞 支持我继续拍片 你还可以subscribe 我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就不会miss最新的影片啦